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将升级白俄军队的苏-25飞机 美国推翻堕胎权裁决继续引发对立阵营的示威 国土安全部警告可能会激化本土暴力极端主义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柏雷利访问伊朗 双方称伊核谈判将重启 望美国更加务实公正 G7峰会今天召开 东道主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 期望与会领导人能够做出重要决定 新华车25号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继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以及后任行政长官李佳超 还有一众的后任特区政府官员 以及行政会议的成员 他们欢迎和衷心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继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过去五年香港特区在习近平亲切关怀 和中央大力支持下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重大日子 习近平出席庆祝回归大会和就职典礼 充分彰显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 香港特区后任行政长官李佳超表示 自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保障 习近平出席相关活动 正指香港从由乱到治 迈向由治及新的关键时刻意义重大 对此感到很振奋 衷心感谢习近平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 香港第六届特区政府各后任司长 副司长和局长表示 未来五年是香港由治及新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将出席庆祝回归大会 充分表现中央对香港特区的重视 和对未来发展的期盼 给予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管制团队莫大信心 各后任司局长深感鼓舞 7月1号上任的新一届行政会议非官首议员 全国政协委员陈青霞说 感到心情激动 倍感兴奋 习近平出席活动必将激励社会各界加倍努力 奋发进取 把香港建设得更好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 习近平出席活动将极大的提振社会各界 对一国两制实践以及对香港发展前景的信心 极大的鼓舞爱国爱港阵营士气 提高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一代 对国家的归属感 认同感 另一个全国政协常委陈冯富珍表示 习近平将出席庆典充分彰显 中央对香港特区的重视和支持 他备受鼓舞 相信香港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 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后任校长 叶玉如表示 习近平对香港创科发展非常重视 期望未来在国家的支持下 香港创科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凤凰卫视 显至 香港报道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即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香港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 并表示 这体现了中央和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 并能鼓励社会各界团结努力 为香港开创美好新篇章 香港民间联发声明指出 在习近平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香港已经走上稳定发展的正确道路 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 一国两制展露出光明前景 在香港回归25周年和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之际 习近平的出席振奋明心 并能鼓励社会各界团结努力 为香港开创美好新篇章 共联会也衷心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心 爱护与支持 习近平对香港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对香港同胞的关心关怀 反映了中央对一国两制实践成就的充分肯定 和香港未来发展的权力支持 必将增强香港同胞对中央的拥护和真挚情感 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的国家强烈认同感 归属感和自豪感 金明连表示 习近平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的盛事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高度重视 和对香港同胞的深切关怀 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 香港特区一定不辜负中央殷切希望 必将谱写出长治久安的新篇章 新民党表示 习近平出席庆典是香港的莫大荣誉 也是香港市民的热切期盼 新民党期望 届时习近平的指导讲话 能对香港的发展 以及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 提供清晰明确的方向 自由党表示 习近平出席庆典 有利于激发广大香港同胞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有利于凝聚求稳定谋发展 促和谐的共识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表示 回归25年来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结出累累硕果 谱写出百年伟业的香江篇章 习近平在这个重大时刻 出席庆祝活动和就职典礼 充分显示了 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 对香港同胞的关心 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 全国复联职位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 主席何超穷表示 25年来 香港经过很多高低起伏 但在国家这个最强的后盾面前 始终安然度过每一个时间 繁荣稳定发展 香港作为粤港大湾区的议员 必须把握十四五规划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新格局 港区复联代表联谊会表示 将坚持全面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和爱国者治港大原则 倡导性别平等 推动妇女儿童全面发展 发挥复联优势 共建美好家园 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和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贡献金国力量 凤凰卫视 崔克军香港报道 那么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 西洋化是香港的主流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 内地的艺术人才 在两地间频繁地往来 有不少的流洋艺术家 也回到了香港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也从此焕发生机 中外文化 共同造就香港独特气质 而香港如何发挥优势 发展成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 一起来看一下 香港回归25周年 系列报道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为了庆祝这么大的重要庆典 我特意为了25周年 或者走进台湾区 这种作品 我特意画了25部车 还有25艘船 在船上我特意 还有一些加红旗上去 本地与国际 希望未来通过 科技多元的策展方式 活化传统艺术 套用回吴冠宗先生的看法 他觉得东西方 好像两座大山那样 两座大山之中 最结出的东西 其实会在山顶 大家有见面的机会 在香港艺术馆的馆床里面 有很多优秀的 中华文化的藏品 好像这两座大山 在那里一起 会面的一个平台 会当临绝顶 杰出的中外文化交融碰撞 艺术馆的使命 除了令普罗大众 受到艺术熏陶外 中西河壁的火花 也赋予了香港这座城市 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 上世纪80年代 起飞的经济搭配岭南文化 形成了近现代的香港文化 而多年来 香港文化也在不断汲取 世界文化的养分 巴塞尔艺术展 法国五月艺术节 等国际艺术盛事 逐年往复在这里举行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 艺术工作者 爱好者 维持着香港的国际曝光度 香港立法会提演文出界议员 霍启刚认为 国家已看到了香港 这方面的优势 也乐见特区政府 未来能为香港的文化事业 制定整体的路线图 现在中央订了我们香港 做一个中外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这个是中央给香港的 长远定位 不能够每一个政府 或者每一个官员上台 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 不要说立法先 你说起码有个研究 做一个文化发展蓝图先 就是起码你有个road map 有个地图 你知道你的里程碑在哪里 历史和现实令香港 孕育出既赴中国传统价值取向 又具西方普世价值的文化气质 而国家十四五规划中 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也是期许香港在文化方面 发挥内影外联的作用 令世界透过香港这扇窗 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中国 方卫视 吴星纯 香港报道 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也正式的开幕亮相 作为香港回归 国家送给香港的一份礼物 这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一扇窗口 这座文化地标 又承载着哪些期许呢 今天的故宫系列报道为您揭秘 一份国家礼物 当年做开始的时候 就是很紧张 因为一个国家给特区20周年的一个大礼 国宝珍藏汇聚 从来历史上在香港是没试过的 中西文化交融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只有香港能够办得到 全球目光汇集 经过五年紧张筹备 一座文化新地标 在香港西九龙亮相 这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项目 从平地一声雷项目宣布 面临公众咨询的质疑 到疫情下感动建设 如今要正式接受香港 乃至全世界观众检验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组裁 冯生书一致言 既紧张又兴奋 最近如果你有上网看 全球最期待的 今年开幕的十间博物馆 香港古公文化博物馆是排第一的 是的 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个消息的 我刚刚在上网看到 非常开心 原来全球很期待的 这个香港古公文化博物馆的开幕 那你觉得这个网站这样评价的话 对你们这五年筹备的工作 你是不是觉得是一种认可 我觉得是 有很多人说出有些怀疑 觉得为什么要在香港 做一间古公文化博物馆 如果要看河北去紫禁城 北京看更多 186万件的收藏 甚至有的人说去台北 台北故公都很多收藏 但是正正就是我们这一间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为什么国家肯给香港 去有这间博物馆呢 所以大家都有个好奇心 有个万众期待的感觉 如今的期待回应了当初的质疑 而香港市民抢购开幕展门票的热情 是最直观的反应 首日就预售了4万张票 包括冯正书仪本人也加入了抢票队伍 我自己都是在网上扣票 我都买了4张票 我买了应该是9号的票 7月9号的星期六的票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之时 冯正书仪曾在香港艺术馆门口 排了两个小时队 才得以欣赏到钟爱的清明上河图 时隔15年 这次的展出在中央的权力支持下 展出文物价值再上台阶 在冯正书仪看来 这张门票误超所值 我做康文处处长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做国保的展览 其实都是120件故宫 或者是其他的艺术馆 这个一级的文物是不能超过10% 就是12件 怎样争取都拿不到多一点的了 因为再要拿多一点 就要上到国务院批准 那么今次我们是914件 一次过下来 透过香港这个国际化的窗口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将会用独一无二的视角 来演绎中华文化 而西方艺术元素的加入 则成为它作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平台的 右翼看点 我觉得香港故宫 是一个能够真的表达到 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地点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 只有香港能够办得到 你在这里看到故宫的博物园 也都看到其他外国的博物园 我们今次展出 有罗浮宫的13件的展品 是一个对话 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呢 跟全世界都不会做得到的了 事实上从开幕的消息传出 不少世界著名博物馆 就已经主动登门寻求合作 目前已经与70间 海外大型博物馆 建立合作联系 放眼整个西九文化区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填补空白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 一个样本正在显露出行 冯冯书一也期待着 借助媒体等力量 将这扇窗口去向全世界推介 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 奉华为时收视率这么高 一定要借助你们 因为我自己看西九文化区 我去过很多地方的文化 的艺术设施 他真的很独一 回想五年前在一片空地搭起的帐篷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香港国共文化博物馆 要承担起中外文化交流的角色 如今一座地标拔地而起 放手出已感到香港创造奇迹的同时 也更加感受到这个使命的意义 当时十四五规划都没有这一句 在五年前他已经说了这一句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都猜 差不多这是一个国家给我们的任务 这样做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主席说 五年前他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做到了 更加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清楚 我们自己的定位 当然希望国家继续给我们支持 因为如果主席能够继续这样说 我们香港国共文化 一定可以继续拿到 国共最好的珍藏在香港这种情绪 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一场艺术盛宴即将在这里开启 作为香港建设中外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的一个样本 中外文化又如何地在这里对话 接下来的故宫系列将会为您持续揭秘 凤后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多年以来香港与日本 有着广泛的经贸和人文交流 而香港也常年是日本农产品 出口最多的地区 香港游客也对日本游青睐有加 日本的农林水产大臣金子元二郎 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就表示 日本对于香港市场充满期待 也希望香港进口更多的日本农产品 他同时也希望香港可以为 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日本其实一直和香港关系非常的紧密 在过去很多年以来 日本农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第一名一直都是香港 今天我们来到日本农林水产省 这是日本农林水产大臣第一次接受 外国媒体的采访 从2005至2020年的16年间 香港一直都是进口日本农产品最多的地区 日本酒类 珍珠 海参 牛肉 最受香港青睐 2021年日本的农产品出口 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金子袁二郎表示 向最重要的出口对象 中国大陆和香港 推广高质量 安全的日本食材 是继续推动日本农产品出口的关键 香港が長年ですね ずっと1位か上位を 農産物の輸出先として維持してきた地域ではありますが 香港がずっと日本の農産物の 1位か上位を維持している状況について 日本側がどう見ていますか 今世界に輸出しているのが1兆2000億ぐらいですけど そのうち確か香港2番目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非常に我々の期待できる市場として考えてますけどね やっぱり最近は食料 食の安全というのと言われてますんでね いかに日本の食材が生産者の安全性を第一に考えてね 作ってるかと やっぱり一番売り込みたいのは やっぱり安全性でそして美味しいと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 目前 香港仍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産 蔬菜 水果 牛乃等農産品 对千葉 群馬等地的農産品 要求提供核射检測測證明 日本農林水産大臣表示 当前仍在談判之中 希望香港尽快取消進口限制 この香港側の福島農産物の対応というのを 大臣はどのように評価されますか まだまだ今のところは なかなか厳しい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けど しかし早くそれをご理解いただけるように 我々も努力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のを思っています 香港与日本人員往来也十分密切 疫情前 每年有超过220万香港游客赴日旅游 超过三成香港游客 曾造訪日本10次以上 在多次造訪的海外游客中 香港名列前茅 日本認為深化人員往来 经济等民間交流 香港今後也将在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間 发挥重要的橋梁作用 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民間的な交流は積極的に続けることによって お互いの民間の方々がそれぞれの国の良さを またそれぞれの国の立場というのを理解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政府も少しずつまたそこに理解を示し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香港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事な役目で 中国と日本との橋渡し的なものもあるというのを 私は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やっぱり中国を経由して 香港に積極的これからいろんな面で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が 必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 香港对于日本的意义 不仅仅是经貿方面的 在人员往来方面 很多香港人都喜欢来日本旅行 香港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度 也是中华圈屈指可数的 对于日本来说 香港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方位是李淼 先進政社の小文斌 来自日本東京報道 東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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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掌控东部 北顿涅茨克 包括阿佐特化工厂区 乌克兰部队已经撤离 估计已经有800人离开 而藏身化工厂的军队转到一合之隔的利西·昌斯克市 这也是俄军四个多月以来的最大胜利 目前俄军正在围攻利西·昌斯克市 如果说成功占领的话 将全盘控制卢干斯克州 并禁逼余下的顿巴斯地区 乌克兰总统泽利斯基誓言 必定会收复所有视线的城市 包括北顿涅茨克 经过多个月的战斗 乌克兰军队最终还是敌不过俄军的猛攻 要从北顿涅茨克撤走 斯特刘克表示 原本藏身在化工厂中的平民 也开始陆续撤走 估计已经有800人离开 军队则转到一合之隔的利西昌斯克市 北顿涅茨克市大约有10万人口 俄军全面掌握这个地区后 目前正围攻利西昌斯克市 如果成功占领 将全盘控制卢干斯克州 并禁迫于下的顿巴斯地区 乌克兰情报首长波达洛夫表示 目前的战况 乌军已无法在一片 颓远拜瓦及空旷地方中防守 因此只能够重新集结 撤退到一处高地 再行部署 他有估计 俄军在这场战争中 出动了33万兵力 占俄罗斯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 并且开始动员后备军 补充前线的损失 因此 乌克兰不能坐以待毙 只能拼死一战 他深信 乌军仍然有机会挫败俄军 他表示 乌军将会对南部 被俄军占领的赫尔宗实施反攻 这虽然困难 却并非不可能 他预计8月时将会取得明显的结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军是在25号宣布 卢干斯克民兵部队 从利西昌斯克的东郊 进入市区顿巴斯民兵 还有车臣特种团 是从南区来进入 那俄军的主力是从北部压缩 基站再进行中 车臣负责人卡德罗夫宣布 被顿尼茨克市的工业区和机场 已完全收复 并从阿佐特化工厂 撤出了800名平民 位于北敦尼茨克西区的工业区 目前完全由卢干斯克的民兵 和俄罗斯武装部队所控制 此前车臣的负责人 拉姆战格德罗夫表示 工业区的清理工作 也正在进行之中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在星期六 俄罗斯联军已经开始攻击 卢干斯克行政区内的 最后一个主要的城市 利西昌斯克 目前俄罗斯联军控制了 利西昌斯克市的一座矿山 和一家工厂 据悉在这座城市的周边 共有五个大型的矿山 和数十家的工厂 战斗也正在激烈的进行之中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在北敦尼茨克的这种军事的态势 也是向着左岸方向 进行一个发展 俄罗斯联军在北敦尼茨克河 一共架设了两座的覆桥 基辅任命的卢干斯克地区 居民行政当局的负责人 谢尔盖戴 于本周五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 已经决定 从北敦尼茨克市撤兵 并退到预设的阵地 目前 在北敦尼茨克市内 约90%的建筑物 被战火炮坏 许多的房屋被毁 水电和通讯中断 尽管市区大部分的居民 早已撤离 但仍有一万多人 目前在市区内生活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利西桑斯克 这也是东乌重要的 补给的重地 目前市区 住有乌军的精锐 四个旅的残部 在北敦尼茨克战役中 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利西桑斯克市 就阵亡了一千余人 至少有两千多人受伤 则主要被俄罗斯炮火所致 那么北敦尼茨克的战役 也是向着众生方向 进行一个发展 包括斯拉维扬斯克 包括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在这个方向 都有自己的这种动作 据说在北敦尼茨克 一共是包围了大约 三万多名的乌克兰的精兵 那么以上就是 凤凰卫视卢语光 一万报载中萨维 在北敦尼茨克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25号会见的白洛斯总统 卢卡申科什就表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俄方将向白俄转移 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系统 并将升级白俄军队的 苏-25飞机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在圣彼得堡会面时表示 目前欧洲国家 储存有200枚战术核武器 并准备了257架飞机 供其使用 为了确保俄罗斯 及其联盟国的安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俄罗斯将向白俄罗斯 转移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系统 该系统既可以使用弹道导弹 也可以使用巡航导弹 包括常规导弹和核导弹 卢卡申科表示 目前北约在白俄罗斯附近 进行训练飞行 且训练的都是 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 因此 他提请普京注意 并帮助应对这一威胁 将苏-25飞机改装为配备核弹头 普京则表示 将对白俄罗斯军队的苏-25飞机 进行升级 并着手培训机组人员 我认为了 你问了 你提问了 你答案 我认为了 我们在接近多数年 我们将将进行辞职人 给予列弹部罗斯 控制制弹部罗斯 Enskander-M 这些 们可以使用 还在 和 和 和 其中一个 和 及 和 我认为 摄理部罗斯 部罗斯 主启 在今年5月,卢卡申科曾宣布从俄罗斯购买了足够数量的伊斯坎德尔和S-400导弹系统 而在两天前,在两国国防部长会面时,俄罗斯国防部长邵逸古曾表示 目前形势决定了两国需要采取紧急联合措施,以加强两国的防御能力 并表示,俄罗斯愿意为白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势的支持 而在联盟国的框架内,俄罗斯有权处理白俄罗斯的安全问题 只要在双方签署的协议规定的规则框架内 那么俄罗斯可以按照双方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且不用在意其他国家的意见 此外,双方在会面中谈到向全球市场供应粮食和化肥 普京表示,希望与白俄罗斯齐心协力,增加对全球市场的交付量 凤凰卫视,盈利,尼显金,莫斯科报道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25号访问伊朗 跟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会谈之后,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双方都表示,维也纳核谈判将在未来几天内就会重启 阿卜杜拉西洋,他就表示了希望美国这一次能够拿出现实和公正的态度 负责任的推动核谈取得最终结果 伊朗总统莱希,当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称伊朗愿意敞开核谈的大门,但将坚持自己的立场绝不会退缩 阿卜杜拉西洋在联合新发布会上表示 他与伯雷利进行了两个小时详细深入的会谈 并表示,伊朗愿意在未来几天内重启核谈判 但希望美国这次能拿出现实和公正的态度 负责任的推动核谈取得最终结果 我们已经有了解的证明和深層的推动 我们已经有了解的解析 我们在此前的答案 都在实际上 我们有了解析 我们今天上的证明和日子 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有了解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facilitated by my team to try to solve the last outstanding issues this was focusing on GCPOA and I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come back to Tehran and to go deeper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ran because I am convinced that we have an enormous potential in many fields starting from trade including oil and gas to many other issues 维也纳和谈 自今年3月中旬起 陷入僵持阶段 美一互相指责 不肯让步 本月初 国捐子等机构通过的 针对伊朗核问题的决议 更是引起伊朗当局的 强烈反应 采取了关闭国捐子等机构 在伊朗核设施内 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以及在核设施内 安装新的先进离心机等反制措施 这次伯雷利的突访 或许会给伊核谈判 带来转机 防卫室 正开了人木森 德克兰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将近半个世纪前 确立堕胎权的罗素维德案 而掀起了全国的示威浪潮 25号继续有支持和反对堕胎权 不同阵营的支持者 在最高法院外进行对峙 而美国国土安全部就警告 示威可能会催生本土暴力极端主义 在华盛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外 大批堕胎权支持者包围反对者 一方强调身体自主 一方则以宗教为理由反对堕胎 今年11月将举行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 支持堕胎权的示威者又表明会投票 通过议会重新确立堕胎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 就罗素维德案作出裁决 确认美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的自由 近半个世纪以后 保守派占多数的大法官 在审议针对密西西比州一项堕胎限制法的上诉案后 推翻这一裁决 将女性堕胎权利交由各州自行决定 反对堕胎者纷纷庆祝 终于摆脱了罗素维德案原诉人简罗的影响 裁决在全美各地引发示威浪潮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报道 国土安全部情报部门24号向执法机关 应急人员及私营伙伴发出通知 警告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引发新的暴力冲突 本土暴力极端主义将会飙升 最高法院大法官及政府官员的风险最高 而堕胎诊所 生育服务设施 以及宗教机构也可能是袭击的目标 此前已有多起祖火事件 至少11起涉及威吓宗教机构的破坏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今天在德国召开 美国总统拜登25号也飞抵了德国 准备与美国主要的盟友 要商讨应对乌克兰的危机 以及全球粮食 还有能源供应短缺的问题 而东道主德国总理舒尔茨 25号表示 期望与会领导人能够做出重要决定 与此同时 上万名示威者当天 聚集在德国慕尼黑 巴伐利亚等城市 呼吁七国集团领导人采取切实举措 应对全球正面临的多重危机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26至28号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埃尔茅举行 东道主德国总理舒尔茨 25号发表视频讲话 谈及对本届峰会的期望 舒尔茨指出 预会领导人将商讨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国际局势 包括全球粮食 能源价格飙升等问题 美 英 法 德 义 日本 加拿大七国领导人 25号下午陆续抵得参会 此外 阿根廷 印度 印尼 南非 和非蒙伦之主席国塞内加尔领导人 也受邀参会 就在当天 非政府组织勒诗会成员 在临近会场的城市慕尼黑 举行了一场小型示威活动 他们投戴七国际团领导人面素 呼吁采取切实行动 应对贫困 饥荒等问题 当天慕尼黑 巴伐利亚市 都有上万人参与示威 他们主要来自世界资源基金会 等15个组织 要求淘汰化石燃料 保护生物多样性 维护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等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 呼吁示威者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 警方将在会场和周边示威地区 部署约1.8万警力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30年来 最大规模的铁路大罢工 在25号按期举行到了第三天 也是站定的最后一天 铁路公会目前也没有 与公司方面取得良好的谈判进展 交通部也多次强调 不会介入 未来仍有高概率 再次出现罢工 而当天 多家公会以及教师医护团体 到伦敦市中心有行示威 声援铁路公会 当地时间25号 是英国30多年来 最大规模的铁路罢工活动的 最后一天 权益范围内 目前是仅有两成的列车 是处在一个运行的状态 我现在就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这里也是连接欧洲大陆的重要枢纽 今天罢工人在火车站内 工作人员是增加了很多 目的就是帮助这些海内外的乘客 来解决因罢工带来的 出行不便的种种问题 现在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 也就是在车站的外部 是出现了由英国铁路公会的成员 所组成的纠缠线 这部分的成员 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抗议的形式 一方面是为了向公众传达 他们此次罢工的诉求 也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 而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 抗议的活动来影响战内的 在人在一线工作的铁路工作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 那在罢工的最后一天 英国还有其他的行业 也是组织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那现在在我身后 就有来自英国医疗行业 教育行业 以及其他的劳动行业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是因为不满当局的一些政策 以及所雇佣公司的福利薪资待遇 所以决定效仿英国铁路公会 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们工作为力隐私 我们工作为中心 而我们没有收货 没有病房 没有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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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货币 有什么 货币 货币 我们在加团联系 串通合医院 这些手工業 这些劳动工的 这些工業用 他们的工程和公司 是从了GMB的工程 他们在砍盖 the RMT上线 所以我们在加团联系 串通合医院 都是因为同工人 那当地议论也是指出呢 英国体路工会这一次的罢工行为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力 远远不止那么简单 那现在是底层民众 他们也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为自己不公平的待遇 争取一种表达的渠道 但是当地民众也有担心 这支古霸空浪潮是否会持续到今年的冬天 那英国的社会是否又会因此而遭受重创 凤凰卫视 许亮张顿 伦敦报道 阿富汗的强烈地震也造成了严重破坏 灾害部门的官员说 大约有一万间的房屋在地震当中 局部或是完全被摧毁 当局结束了搜索生还者的工作 地震发生之后 中国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提供 5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帐篷 毛巾被 折叠床等灾民急需的物资 而首批物资计划于27号通过包机起运 阿富汗大地震后 塔利班呼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提供援助 日前来自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救助物资 已陆续抵达灾区 本台采访队深入镇中所在的偏远山区 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帕克蒂卡省 博梅尔县曼达尔村进行采访 那天他地震了之后 他们的家庭好几个人上海 我要问问他 他说多少多少个人 咱们来看看 我们以前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这里 我们15个人死伤了 然后在我们旁边这个家庭 在这里35个人死伤了 受本次地震影响最严重的 霍斯特省和帕克蒂卡省 位于阿富汗东部较偏远的山区 地震发生后 当地的饮用水系统完全被破坏 幸存者没有食物和饮用水 也没有住所 他们在被摧毁的偏远村庄内 等待救援 在部分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 幸存者们表示 他们甚至很难找到埋葬死者的工具 并且缺乏最基本的供应 这次救援行动是对塔利班的一项重大考验 这场大地震同时也增加了 阿富汗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当地正处于30年来 最为严重的干旱和粮食极度短缺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 王全阿富汗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再看疫情 澳门特区政府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 25号就表示 当天展开的重点区域核酸检测 共采样了26,281人次 有8个食混1样本呈阳性 正在进行单样检测 而在24号澳门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自19号到24号 澳门一共有阳性个案190例 其中45名确诊病例 145名无症状感染者 应变协调中心就表示了 25号起每一天会公布前一天 24小时内的新增病例数字 为了应对疫情 应变协调中心也呼吁 全澳市民在25号和26号 每一天进行一次的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检测 除了指定区域的人士 以及重点人群 需要到核酸检测站进行采样之外 市区还有市民都应该要留在家中 停止非必要的活动 减少社会流动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由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主办 同心庆回归 携手开心片文艺晚会 即感动港岛摆明优秀抗疫义工 嘉许典礼 25号在香港伊丽沙伯体育馆登场 有一百名在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最艰难时刻 投入前线抗疫的义工英雄们上台领奖 活动现场吸引超过一千名香港市民参与 市民不停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区旗 现场扬起一片红色旗海 洋溢沁回归的热闹气氛 高龄76岁的卢天颂 货班英勇抗疫义工奖章 在疫情爆发最为严峻时刻 卢老先生每天依旧请跑基层送物资 他希望能够成为青年榜样 一起加入义工行列 35岁的杨开勇 在参与抗疫过程中自己也确诊 康复之后继续投入抗疫前线 同样也被评选为英勇抗疫义工 现场共有一百位义工代表 分别获加许为英勇抗疫义工 及杰出抗疫义工 正因为有这一群抗疫英雄默默付出 以及在香港各界共同努力之下 香港得以挺过这一波疫情难关 台上一百位的义工代表 都是为了守护香港挺身而出的抗英雄 在香港迎来回归25周年之际 为香港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台上说出了共同的愿景 台湾接连两天受到热对流天气的影响 台北和新北市25号下午 再有树木在雷雨当中倒塌 压回汽车 而台中更是下起了冰雹 在台北市松山区 一颗高约15米的树木倒塌 压回了一辆小轿车 而后车挡风玻璃破碎 车壳也明显变形 意外一度造成双线道封闭 云林陡南下雨加上河道工程 道路的地基被掏空 出现了巨大的坑洞 而在台中的清水地区下午一点多 也是下起了冰雹 持续大约了20秒 随后就开始下大雨 台中新车的前一天也因为好雨来袭 有一名富人骑车经过下坡的淹水区 不慎被冲倒 动弹不得 幸好有两名的男子及时出手相助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一整天都全新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